运用构树皮结合竹边制成的灯饰 将原本平淡无奇的家具变成精美的工艺品 让透出的光泽也蕴含自然温暖的亮度 令人目不转睛 透过多年尝试与失败之后 景奥如岸有一群部落妈妈走出树皮布的新面貌 把过去祖先制作树皮衣的技术 延伸到家用品以及服饰 而且更具有工艺等级 但在过程中也需要充分沟通 才有办法制作完成 再加上敲打过程中的力道 角度以及素材纤维的硬度 都会影响成品的整体质感 有时候跟他们沟通协调 有没有困难的地方 我当然有 当然有啊 因为他会说 到你这里怎么要做这样 很高兴的是因为我们有国外的订单 大家就很高兴 原来你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就会慢慢的懂得说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而不是说只是敲树皮 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 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些商品 可以让跟我们下订单的客户 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过去凤林给外界的印象 大多是客家小镇 因此除了树皮布产业之外 主人也尝试打造原民风格的神都游城 提升部落的能见度 凤林不只是客家小镇 其实它是一个多元族群的一个小镇 带领大家就是让游客都能看见原住民的文化 这个是我们首要的目标 哪个说要将部落原有的传统工艺 形塑成能够受到社会大众青睐的工艺品 就是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累积 绝非空穴来风 而下个阶段的目标 就是要盘点部落资源 绵合在地人才 创造传统工艺的产值 才能够持续发扬警察如案的软实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